公立幼儿园因为武汉肺炎疫情跟全国高中职以下的学校同步延后到2月25号才开学 但是台北市仍然有500多所的私立幼儿园已经开学了 公私幼不同调让不少家长抱怨连连 甚至有家长担心把小孩送到私幼有群聚感染的风险干脆就请假自己带 而教育部也分派儿童口罩给各地方政府 第一阶段先发放给私立幼儿园 但是因为数量不足以天天发放给每一位幼儿 目前只提供给临时出现发烧咳嗽还有喉咙痛等症状的幼儿佩戴 而刚刚台北市府也宣布 从明天起台北市公立国小的韩府以及公佑的客后留言全部暂停 早安 一间幼儿人上门先量体温 手喷酒精消毒 公佑延后开学私幼却照常上课 即便在场消毒全面戴口罩 但就怕有群聚感染的风险 有家长一早就先来帮孩子请防疫假 阿公说自己带才安心 两个不败 没有 她家长决定了 因武汉肺炎疫情持续 公立幼儿园和全国高中职以下的学校 同步延后到2月25号才开学 不过非营地幼儿园还有私立幼儿园都不包含在内 得照常上课 公私立不同调 一国两制的情况让不少家长很头痛 就没有报任何的才艺或者是安亲班 所以现在我们头也很大 可能几天还是会请 因为真的要拖给谁临时也没有那么快 我们家里有一个小姨的 她公立的就是有延后 那我们就还是照原来原定计划 让她继续留在阿妈家 排队零口罩 台北市教育局率先发放近50万片儿童口罩 给已经开学的543家私立幼儿园 依照个员实际招收人数 50人到60元配送一盒为原则 第二阶段才会配送给公立幼儿园 真的买不到 不管Seven 世大什么都没有 那这一次我拿到这个很开心 身边的人才带的话 基本上两天吧 两三天左右 但是如果要求每个孩子都带 以106个孩子的人数来说 应该只有一天两天左右的时间而已 是让幼儿在幼儿园的时候 如果是临时他有发烧的症状 或者是上呼吸道有感染 或者是开始咳嗽或打奔剃 希望提供给他备用的口罩 新北市教育局也按同等比例 发放给804所私幼 以及22间非盈利幼儿园 至于国中小校内的寒假课后辅导课 是否也先暂停 新北市基隆市府宣布 所有活动包含东令营等全部喊咖 而随后台北市也跟进 受到疫情影响 开学时成冷的套 最后还是苦了家长 记者最后报道